台中市議會有65名議員 媒體票選出3名極優議員 其中行南江照國議員熱誠為民服務 現在我們就來聽聽江照國議員怎麼說 對 其實我這兩任議員任期當中 我長期都待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想首先是我們非常重視 這些學童教學環境的一些改善的問題 因為我們經常在學校裡面進出 所以我們在這幾年來 我們一直希望教育局能夠編足經費 去改善這整個的教學現場 讓學生能夠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 優質的環境裡面來學習成長長大 所以這也是我們長期在 教育文化委員會裡面 一直在堅持 一直在爭取的 目前是台中市議會 教育文化委員的江照國 土生土長在中西區的老街道 父親江正吉也是市議員的老前輩 政治世家出身的江照國 大學就選擇了政治系 算是新生代的江照國議員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相當關心政治 一直展現對選民服務的熱忱 對於台中市教育文化方面的軟硬體建設 更是投入跟用心 民眾知道我們在議會到底做了什麼 但是監督市府的施政 還有爭取預算與建設 這些通通都必須要在議會裡面 有好的表現 有更多的堅持 才能夠得到好的成果 平時除了服務台中市的民眾之外 江照國也相當重視在地建設的發展 推動選區的台中綠空鐵道軸線計畫 規劃台中綠川跟柳川周邊 利用鐵路高架化後的橋下空間 轉變成令人驚豔的綠空鐵道 也希望打造中西區的歷史文化 吸引更多觀光人潮 帶動舊城區的新發展 打造了一個綠空鐵道 這個得到無數的國際獎項的一個大建設 我覺得這些都有效的 吸引人潮回流到我們的舊城區 我們看到非常多年輕人 願意來這裡重新築潮 來這邊重新的來創業 用心議會問政 監督市政發展 表達對於核電廠環保 愛台中的立場 得到許多工作同仁的稱讚跟肯定 謙卑 幽默 又有智慧活力的江兆國 也經常熱心協助公共事務 辦公室從早到晚都人潮滿滿 就是這樣專業跟無私的態度 讓他得到台中市新聞記者協會 票選的最佳市議員 我想謝謝媒體朋友跟民眾的肯定 我們未來會繼續的 包括在地方的服務 要更加努力 在議會的表現 也就是能夠監督市府的 爭取建設與預算的這部分 也能夠好好地來加強 江議員在我們教育文化小組 他常常提出很多的建言 而且對於學生的學習環境 老師的教學 都非常非常地關心 這一點我個人是表示 非常高度的一個敬意跟謝意 江召國議員還說 他覺得目前台中市政府的施政項目 還都是沿用前朝 也就是林佳龍市長時代的規劃 市政府其實缺少創新開發的建設 所以未來他還是會持續代表人民 以強烈跟積極的態度監督市政 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 打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才不會辜負大家對他的付託跟期望 記者羅亞文 李佳金 諾志雄 台中報導 還有證據 所以我們比如說 妳就 busy us 你 我 在 attention 有